狗狗被打的时候为啥不敢反抗 是心里害怕吗 在12生肖中 狗狗一直是和人类生活最为接近的家畜 经过长时间的培育 很多狗狗多方面的天赋和特长被人们挖掘出来 现在不仅有消防犬 导盲犬 还有牧羊犬等各种犬种 它一直是人类忠实可靠的好朋友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有饲养宠物需求的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养狗 不知道养狗的朋友有没有发现 狗狗犯错在被主人打的时候并不会反抗 反而是一动不动地等待被打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第一 在狗狗的眼里 主人的地位很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狗狗是怎么认定你为主人的 其实狗狗认主 和他的祖先狼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也都知道 狗狗的祖先是由狼驯化而来的 而狼是典型的群居性动物 狼群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一个社会性组织 刺激狼和边缘狼会无条件服从头狼 虽然狗的驯化时间已经有上万年时间 但是在狗狗的基因里还保留着狼群的特征 它们之所以认主 除了你给它们洗澡吃饭以外 还是因为在饲养过程中 通过沟通 奖励等各种饲养方式 让狗狗对你产生了依赖感 由此产生了信任感 把你当成了领袖 也就是头狼的存在 所以在它犯错的时候 主人教训它 它不会反抗 第二 狗狗很聪明 它知道你是自己的长期饭票 狗狗的智商相当于6至8岁的人类 这就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经过后天性训练的狗狗智商更高 它们知道趋利避害 也知道主人打它 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实际性伤害 所以并不会反抗 第三 狗狗知道自己犯错了 很多小狗在犯错后 表情都会看着很心虚 其实它们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所以在面对主人的惩罚时 它会照单全收 有些很聪明的小狗 还知道主人打了它后 气就消了 立马又会嘚瑟起来 又开始拆架 第四 宠物狗的顺从性很高 市面上的宠物狗 对人类有很高的信任度 再加上狗狗在成长过程中 接受了一些来自主人的训练和社会化的一些过程 它们服从性会变得更强 再加上对人类的忠诚度也高 在面对主人的责骂时 听从主人指挥的狗狗并不会做出反抗 第五 害怕被你赶出家门 狗狗从小到大就和你生活在一起 它早就习惯了家里的一切 聪明的它害怕 如果自己反抗了 会被主人赶出家门 它不想成为流浪狗 所以不会还手 值得一说的是 狗狗还是一种很会看人脸色的动物 在你生气时 它不会做出任何反抗 一旦察觉你不生气了 立马摇身一变 又成了一个惹祸精 第六 狗狗的胆子是比较小的 对周边的事物比较敏感 看到主人手拿棍棒的样子 根本不敢反抗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狗狗在小的时候被打过 反抗过 结果被打得更狠了 次数多了 他们也知道反抗会遭到更惨烈的暴打 自然不会有所反抗 除此之外 大家还知道哪些原因呢